台湾第一點 你用兩甲地來養花牛 差不多只有20倍 現在都抓得到 為什麼你還要養6萬隻 這怎麼可以拿爬的呢 這個就是超漂亮的 用力... 這怎麼吃 可以... 好吃耶 好像花生喔 它有一個香味... 它有一個香味 來...給我... 這個... 好 好 因為在花蓮大家都會覺得 步調比較慢 然後比如說像鳳林 它又有一個國際曼城 然後曼火 然後它的那個標章 就是它的Logo 大家有注意到是什麼嗎 它就是一隻 蝸牛 有沒有... 像不像有蝸牛 我們來去找看大哥 它這裡好像就是... 這裡怎麼會有一片... 這樣有多大啊 這一片地 大哥... 應該還是有兩分半吧 兩分半的地 拿來做什麼 鳳林在2014年 以不改變原有的生活節奏 支持在地產業文化 促進人與土地友善共存等面向 獲得台灣第一個國際曼城的認證 而以蝸牛為意象 可不是慢吞吞的生活態度 或者是要挺下腳步 去親身體驗在地生活 八年真的很慢嗎 很慢啊... 它一天的... 爬行的距離最遠 大概只有30公尺左右而已 30公尺 對 差不多從... 就一個電線桿距離耶 電線桿到電線桿距離這樣而已耶 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 大哥你這一片多大... 多大一片地 這一片大約一分地 一分地 多一點點 你用這一分地來養蝸牛嗎 其實不只啦 我們大概養了兩甲 你用兩甲地來養蝸牛 差不多這個20倍耶 等一下... 這現在都抓得到 為什麼你還要養 因為這個 跟我們外面剪到的是不一樣的品種 怎麼說 因為我們這是白肉的 萊育蝸牛 它是那個非洲大蝸牛的白化鎮 那這是拿來做什麼用 食材 食材 是的 但是我剛剛看到這位是媽媽嗎 我媽媽 媽媽 您在做的是什麼 那是什麼 飼料 蝸牛吃飼料 對 蝸牛吃飼料 蝸牛不是就是吃青菜 就是蝸牛基本上什麼都吃不是嗎 對 就跟養牛一樣 我們知道牛是不是吃草 對 可是養牛的牧場 它一定會餵飼料 我們要生產它 總是希望它長得快一點 如果我們沒有餵飼料的話 大概要六到九個月才能收成 那如果你餵飼料的話 大概三個半月到四個月就能收成 一般來講我們就撒在旗邊 那你撒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蝸牛會習慣性的晚上會跑出來 跑出來 蝸牛的密室路線的記憶 可以記憶大約三十天 就是說 如果野生的蝸牛今天在某處發現它的食物 那它明天還是會去那裡 差不多三十天都會在這裡 都會去 找到這裡沒有東西的時候 它還是會先來這裡 找不到食物再去別處 再去別處 蝸牛來說它什麼都吃 對它是雜質性的 雜質性嘛 所以這片田地也可以拿來處理廚餘嗎 廚餘不行 蝸牛不能吃鹽 不能吃鹽 所有軟體動物都怕鹽 哦 哦 軟體動物的身體主要由水組成 碰到了鹽 鹽先破壞了身體表面輔助運動 和呼吸的黏液 再影響體內的細胞 而為了平衡 體內的水就會滲透出來 逐漸萎縮乾掉 在哪裡咬 有啊 你現在看到裡面這樣 他們大部分都還在睡 那撒數 哪一個 他們找結會的你看 這裡 可以抓嗎 可以 真的是白色的 這個一般我們都拿來 拿來在哪裡 在法式料理裡面 他們最喜歡的蝸牛 蝸牛 焗烤 對 蝸牛那個 那蝸牛肉 那我們自己在花蓮吃的那個 那個 炒螺肉 炒螺肉也是這個 炒螺肉是非常大蝸牛 兩個的價錢不同 差很多 不是 差很多 它有多高級 這個價錢怎麼算 價錢喔 大概是黑官的十倍 一近十倍 怎麼 它怎麼算呢 像我們在出售的時候呢 是 取出來的肉 一台金六百公克 六百塊 一克一塊錢 對 這一隻可以有幾克 八到十克 一隻的成本 就大概八塊錢了 那我們去吃那個料理 這整個幻想 欸 難怪你會養蝸牛耶 而且它會自己生自己長耶 是的 就這樣把它就在這裡面 對 它就開始這樣生 你一分地裡面 它的產值可以產到多少 六萬隻 六萬隻 欸計算機算一下 六萬隻 一隻八塊錢 四十八萬 四十八萬 嗯 多久四十八萬 嗯 大概 半年左右 然後再來 你也太豪邁了吧 你這個蝸牛隨它到處跑耶 它是會這樣跑走的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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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溝裡 長期是有水的 有 欸蝸牛不過水的嗎 它有蝸牛不會游泳 欸 它不會過水 有時候會不小心落水 正好我們颱風過後 這一次的暴雨 是有史以來時間最長 對 然後浸溝的水是從那個 受風溪那邊引來的 對 對 它們那邊的皮頭 整個被沖毀 蛤 所以 就沒有水了 大概要一個禮拜才能修復 哇 那些蝸牛自由了耶 怎麼會動作跑耶 對 它們現在準備業役了 一天三十公尺 一個禮拜 沒有沒有 你不能一個禮拜 你每天就出去巡一回 它是沒水 每天要出去 會怕了 會怕了 不讓它跑了 你怎麼可以讓它跑了呢 那個是不是他票呢 陳大哥每年產出的蝸牛 大約五十萬隻 除了提供給全台四五十家餐廳 固定使用之外 為了讓各界更了解白玉蝸牛 他甚至無償提供給台大 中山大學做學術研究 其實真的還滿漂亮的耶 這跟我們一般還是 那個非洲大蝸牛不太一樣耶 對 是白嫩白嫩的 白嫩白嫩的以外呢 因為發現它的殼紋可以漂亮 對 因為我們有充足的營養 對 所以它長得特別快 紋路會特別美 像比如說啊 我們海裡裡面的紅蕾 紅蕾你如果看到那個 顏色分佈的很均勻呢 那個就是養殖的 那很多人不是追求野生嗎 對 其實野生它就文殼有沒有 一格格二格 紋路不均勻 那就野生了 對 養殖就會 紋路會特別漂亮 對 它那個白色的部分會特別的寬 我們在按照歐盟的規範呢 蝸牛撿回來的時候呢 要腸道進空 五到七天 五到七天 斷石斷水 我們先穿湯 180秒 頭一定要縮起來 縮進去 在歐盟規範裡面 不要看得到它的臉 真的喔 您說 那個叫做 我們摘戒月的時候 蝸牛是素食的對不對 對 在歐洲 蝸牛是被列為素食 素食喔 對 那摘戒月的時候 是可以吃蝸牛的 對 你不能吃肉 但是你不能吃蝸牛 對 沒錯 所以在摘戒月的時候 就是蝸牛的小時候忘記 那在歐洲呢 它有一些會比較 剛剛的會用蔬菜湯來炒 增加那個蝸牛肉 使得鮮美 鮮美 OK 待會兒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在挑肉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好 它跟你以前在挑那個 鮸牛肉差很多 對 它那個 我們那跳出來還要 它的腸道還要整個剪掉 要整個弄掉 它那個蝸牛肉跟殼呢 就只有一個雞腱連結而已 主要是那個雞腱要拉斷 對 拉斷 沒有經驗的人拉斷的時候 會有碎片片 在肉裡頭 對 很難去除 對 那這些東西 蛋白質 那就是它的黏液 就是蛋白質 它的黏液是 最佳的保養肚 對啊 很多人其實用面膜 是用蝸牛的黏液來做 對 那目前銷售量最大的是 糖果 拖下去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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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的時候 整個都可以被取出 取出了之後呢 這裡在這個地方 對 那底下的是腸胃 對 然後前面這一節就是我們要的 其實很多人還是因為 克服心理這一關 所以沒有辦法 吃瓜牛肉 對 每次烤肉都可以 整個吃下去烤 就嚐到精光之後 就這樣烤 不需要調味料 沒有浴費檸檬 所以我們就能處理 一般來說其實是用檸檬 擠一下下去就好了 每次用五次的 讓它平在裡面 這是爽的 你要不要來吃 就是 可是很酸 好吃對不對 對 好吃 我跟你講這個味道是一定是對的 吃 吃耶 我喝 有沒有酒 有 我有威士忌 有紅角 這平常吃 這其實你現在 用一點點威士忌下去 真的 這可是威士忌在公司 很好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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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可以 你還有什麼調味料 我現在就把它吃了 這個 好 等一下 真的我們先 清潔水洗洗 好 你剛剛吃了沒洗 我也吃一個沒洗 白玉蝸牛 是一種高蛋白 低脂肪的食物 含有人體所必須的 十多種氨基酸 加上肉質細嫩 口感像鮑魚 在歐洲市場上 位居於四大名菜之首 這些其實都是 算私房菜 算是嗎 算是 因為這是我們老闆娘開發的 開發私房菜 對 對不對 你要訂才有了 對 來他這邊吃的時候 是你一定要先預計 先講 我們從新吃到重 這一鍋牛串跟炒飯 新的 我們來換一個 而且你現在吃到的這個 都屬於比較便宜 吃到它蝸牛本身 牛腸的肉質 對 好吃 再來 牛肉鬆 蝸牛肉 小蝸牛肉 對 蝸牛肉 這個全部都是蝸牛 對 還是有加一點豬肉 它小蝸牛肉 你這麼搞 剛把牛肉整個 就把它弄得這麼碎 還沒有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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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加一點生菜會更好吃 真的 真的 它可以有那個蝸牛的蝸牛 所以我覺得不是神 它的蝸牛聞這些 蝸牛是未來人類的 動物性蛋白質製造器 它 它是所有肉類裡面 蛋白質含量比例最高 對 還有跟昆蟲是一樣的 對 很多人不敢吃昆蟲 但是如果說你 學會吃昆蟲 也是未來一個 對身體健康最好 是的 因為你沒有零膽固醇 對 零膽固醇 高蛋白質 對 它的那個飼料煥臭病最高 而且所有養殖 對 以排炭量來講 它排炭量最低 對耶 蝸牛在歐洲教會的定義裡 和魚肉一樣 是災界時期 可以合法食用的肉類 因此 蝸牛被用來作為 食材的歷史久遠 甚至發展成法國名菜 法國人 每年大約吃掉 三萬公噸的蝸牛 可以說是供不應求 因此 不只在法國有養殖場 東歐的捷克 匈牙利 波蘭等國 都是蝸牛重要的養殖地區 好多喔 他們真的都跑出來耶 這裡 這裡 全在這裡 對 它那個護城河不見 它到處跑 這裡 來 繼續 來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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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啊 舒服啊 好玩 台湾第一點 它那個護城河不見 它到處跑 這裡 等一下 他們在開會是不是啊 大哥 來來來看一下 他們是出來開會是不是啊 他們出來開發 那怎麼辦 把它丟回去嗎 沒有 就撿回去啊 它就沒辦法 碰到了 他們就通通便宜 這一整根 它全在上面耶 你看這一整根 這是什麼 瓜牛串 你看 哇 剛剛你們吃的 瓜牛串 真的喔 唉唷 唉 唉 唉 它有殼啊 那個 那個 瓜牛旗裡面是OK的 它的菜也有反充 對對對 走走走 它到哪邊 越來越多啊 這個其實說真的 我只要知道哪裡有在養農場 然後它們呢 剛好那個水呢 就是 壞掉了 然後你就可以來撿瓜鳥了 哇 一堆瓜鳥耶 好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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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人的助腳 人人的助腳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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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胖白胖的 你這邊說都是魚種 對 但萬一一個不小心 丟了一隻黑色的進去以後 會不會想 就... 其實平常裡面 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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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 會不會出來以後變奶茶 不會 它是... 配完了以後 它是... 黑色的是血清基因 白色的是血清基因 對 如果黑的跟白的交配了之後 兩隻都會生出黑色的 所以如果說 有一隻黑色的進去 搞不好 他們接下來全部都會是黑的 那個...那隻也太強了吧 全部都跟它 它就走進去 哇哦耶 人家是鳳山雞 你是鳳山牛耶 是沒錯 你看這裡全部都是在那裡面 對 好多喔 我跟你講我這裡放眼望去 最少50顆 你現在... 就一坨裡面50顆 你現在時間還算長 對 你就... 大概半夜快12點的時候來看 這裡是秘密嗎 看不到地 雨天濕氣重的夜晚 是蝸牛活動筋骨的最佳時間了 不過日夜顛倒不是我的Style 白玉蝸牛晚安明早 還有個隱藏版鳳林生活等著我 在台灣的每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進去走一走 然後你都會發現那個地方 有些特殊的點 有些特殊的遊戲 是你沒有玩過的 像我來花蓮這麼久 我居然不知道在我們花蓮溪裡面 可以玩這個叫做... 飄飄河 獨木舟 飄飄河 獨木舟 你確定今天的水是屬於飄飄河 還是接近於獨木舟跟泛舟的界線 泛舟跟獨木舟的界線 因為有激流 有激流嘛 今天岳山里在下大雨 這也是要跟大家傳導的一個安全的觀念 比如說像今天我們的水是比較濁的 就表示山上在下大雨 但是因為這條花蓮溪 它是一個開闊的溪流 對 你還有時間把往旁邊滑 滑到旁邊 隨時可以獨木舟拉人就可以上岸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今天我會選擇可以下水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有裝備 好 再來 撤退的點 再來 專業的教練跟在身邊 所以今天是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今天水流不當 一年四季它是可以做活動的 對 那夏天我們會是在清水段 因為現在東北季風它變大了 對 那我們可以移房到 跟菠蘿座結合 然後再做西邊的獨木舟 獨木舟也好 然後飄飄河也好 我們去做西邊的活動 西邊的活動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可能要找適當的點 對 比如說颱風來之前 不要去什麼南澳海時動 可以的 颱風來之前 你不要去什麼時能系 懂嗎 因為台灣的山林是開放的 大海是開放的 你都可以去 但是自身安全 可能要麻煩你自己要注意 看看天氣 現在有一些APP是很好用的 比如說Windy 中央氣象台也算準 你好好的了解一下 其實你會很容易的跟 大自然相處 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 我很少玩水上遊戲 是被載的 真的假的 對 我很喜歡自己這樣 玩到處跑 OK 來喔 其實滿悠哉的啊 這條花蓮溪一直出去會是到那個嘛 木瓜溪出來一口嘛對不對 就遠雄那一個啊 就是這裡 從花蓮大橋那裡 這樣坐在上面有一種 是不是很舒服的感覺耶 對啊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那時候天氣好的時候 對 事實上你的景色風景 會拍得比較漂亮 其實花蓮呢 我覺得一年四季都有它漂亮的地方 任何時候 我覺得都可以出來走一走 除了颱風啦 大水 安全的時候啦 對 還是要安全嗎 還是要安全 對... 其實從海上看台灣 跟從溪流裡 往岸上看的感覺都不一樣 好棒喔 來 讓我們看看前面的景色 好棒 好棒喔 這邊 中西瓜 這旁邊是西瓜田 對啊 花蓮西瓜很棒 這都濕掉了 然後右邊就是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太美了 然後右邊就是 台湾山脈 台湾山脈 我有時候會自己喜歡 騎車 開車會走193線 台湾山脈的193線 一路可以到台東區 這很漂亮 對... 我們來這邊 我們會到這邊採野菜 採野菜 採野菜 這邊有什麼野菜 純心 對 黑豬仔 對...都有 黑豬仔是我最喜歡吃的野菜 還不錯吃啊 很好吃 對 很好吃 帶一點點苦味 煮煮湯 丟一點點小魚乾 還可以 花蓮如果有 對 花蓮如果有巴雞嚕粗的時候 還可以加一點點巴雞嚕 好吃 對啊 尤其是煮湯 對 哇 來了 看一下喔 極油區到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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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花蓮西這條其實是滿棒的一條 花蓮有非常多的溪流 你怎麼進去玩 用什麼心情進去玩 哇 哇 哇 嗨 尤其在花蓮西這條這個平原上面 這旁邊這個平原山 一早起來的時候 一大早 太陽還沒出來前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它會有一層霧在上面 別的大概往上有 三五十公尺的霧 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喔 對 而且拍起來 如果照相拍起來 很美 花蓮西流經到了鳳林 屬於較寬廣的流域 近年來部落發起了新河 認識在地的活動 因此以建英大橋為起點 從事飄飄河或獨木舟的活動 總時程約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之間 而今天有了激流的幫忙 我們不到一個小時 就抵達了目的地囉 來囉 用力 用力 有沒有像伴手 有 有 不錯啊 舒服 好玩 來 激流喔 來囉 Go 其實在這種可控的水流下面玩 浮木舟其實滿好玩的 對流的判斷 其實有的時候你玩一玩 舒服舟 下來走一走 對流的判斷會增加 因為像那個 你的水流會把你拿到這邊 但是你也不用急 因為往那邊以後 它會再把你順住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我一直把我往那邊推 它一直看著流往回游 你看 你不可能 你的力量不可能大過大自然的力量 所以你就是順著它 去找一個安全的點 像你從剛剛那邊 如果我們是 要離開這個水域的話 我會從那邊 然後順著往這邊推 它還推到那邊 對 推到那邊以後 我就有辦法 抓著我去擋去 對 那你不用想說你 比如說往那邊推 但是你要一直往這邊游 其實是不可能 耗獨力 對 非常耗獨力 你體力一旦耗盡了 基本上 你連自救的能力都沒有 為了讓參加活動的朋友 更認識阿美族文化 還能加碼在終點體驗 傳統發貨王的博弈方式 以及享受原住民風味餐的 套裝形成 我記得我剛來花蓮的時候 我吃到一個東西 是我覺得 我以前從來沒有吃過 來花蓮才吃到的 十幾年前我就吃這個 這個你們叫什麼 輪胎叫什麼 他不說 他用加碼叫台丁 怎麼樣 哭吧 好吃 你吃原味耶 吃原味就好了 對 還有這一個 這什麼 法拉斯 我來問一下 法拉斯嗎 楊桃菜 我知道這個啦 這個叫什麼 四角豆 除了四角豆還有什麼說法 還有意豆 意豆 意豆 我要講的是意豆 意豆 意 就是羽毛那個意 雙意的意 意豆 對啦 意豆 我們裡面作品叫 拉丁 拉丁 阿美族 阿美族 拉丁 好好吃 好好吃 沒有 我很喜歡 我這個花蓮的原住民朋友很多 這個叫做秋鬼 然後竹子 木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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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竹筍 我以為是竹筍耶 原來是木草心喔 拿一個 木草心耶 木草心耶 木草心很棒耶 對啊 我們剛剛沿路做竹木做的時候 兩邊的芒草 芒草 就這個啊 鳳姓部落是鳳林鎮阿美族人口 最多的一個村落 這幾年積極推展部落產業文化 美食 其中有一項隱藏版的特產 聽說是個好東西喔 你好 這個是 楊桃嗎 長得很像是不是 太陽之子 因為說西西 這是第一層 這是第一層 這是第一層而已 它裡面還有啊 對 多了 裡面有一個東西 好 出來了 這個黑層 要再曬喔 曬乾 把它敲開 出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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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 台灣第一店 它就是從蜜汝進來 可是在我們台灣種起來 很適合 為什麼 可能氣候還是溫度的關係 所以它長得很漂亮 真的 是 不輸給他們 因為我們對於一家國 這種的發展 還不怎麼認識 這個可以採 可以採 可以採的嗎 綠色的材 就是一定要煮湯 配豬肉 或是雞肉湯 因為它本身裡面 只有那個 三六九的那個 這好像我們以前小時候玩的那個 東西南北 東南西北 東東東東那個 好漂亮喔 所以很多人 其實不知道印加國 對 很多人不曉得印加國 這個有的人都說 叫做太陽之子 太陽之子 又說新興國 OK 真正的名字就是 叫印加國 我自己是喝過印加國的油 等一下我給你們 真的喔 這是我自己自己好不好 我沒有要叫你要喝還是幹嘛 我自己 我有喝苦茶油 還有印加國油 那它就會把我胃皮包起來 那也是老一輩的人跟我說 這樣有用 其實我自己是有 還滿不錯 而且印加國在 對運動的人來講 它可以幫助你燃燒你的體脂肪 對 對 印加國油 喝了之後 如果第一次喝的時候 再十五分鐘就乾淨出來了 它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會甜嗎 甜是不會 會回甘 會回甘 它還是有甜的成分就對了 有 那你就可以吃了 甜的 你吃一個 買不到吧 可以啦 你的牙口不行嗎 其實很軟 草味草味的嘛 對不對 你要慢慢吃 澀澀的 會回甘 鹹苦後甘 有點甜 對啊 是 鹹苦後甘 跟人生一樣 那像這個是成熟的印加國嗎 對 成熟就可以摘 摘了之後 還要拿 它變這麼好剝 是真的好剝 但是裡面還沒完全乾 還要曬太陽 這是第一層 這只是第一層而已 它裡面還有 剝了 裡面有一個黑子 出來了 這個黑子還要再曬 曬乾 把它敲開 出現一個人 出現一個人 一個人 鬥大人 鬥大人 對 對 跟我家一樣 不是 我也知道花很多時間 然後 它才會慢慢長大 然後我還要到醫院去 就出現一個人 印加國 又稱印加花生 屬於豆科植物 來自秘魯 俄瓜多巴西等 南美洲熱帶雨林 是一種多年生的植物 種子含油率40%到50% 常見的食用方法 就是從乾燥的豆芽中 取出種子 再利用低溫空培 取出油脂 這個炒好了 就可以直接吃的嗎 對 可以吃 直接吃 好燙 燙 這樣 也是用這個波 打開了 對 還有一個白人 直接吃 好 好吃 好像花生 它有一個香味 對 來 而且好吃 好吃 好吃 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它爆掉了 真的好吃 真的 很酷 好好吃 而且我跟你講 熱的比較好吃 真的好吃 熱的比較好吃 熱的很好吃 太燙 你怕燙嗎 你來吃一盒 但印加果還可以做這麼多 我以為大家只知道 就是印加果油而已 是 葉子可以爆炒 還有它的心 尾關的心 也先灑 你灑了 所以以你這樣說來的話 印加果 它是枕株可食 對 然後 自己體驗過 所以我自己種我自己吃 然後再去分享給朋友 你這個不是雞肝嗎 不是 看起來好像雞肝湯 像雞肝 很像 很像 我們剛剛摘的那個綠色的 它就可以拿來煮雞湯 對 它很像一種 什麼野菜的感覺 那這裡面的人 那個人可以吃嗎 反正 人不可以吃嗎 直接吃 對 吃下去 跟我們看到 大概炒這個味道一樣 那是什麼 那是一種 豆類 什麼冰沙豆 吃雞豆 什麼大豆類 什麼豆類 吳大哥在三年前 因為自己身體健康問題 聽從朋友建議 使用印加果油來改善 才深入認識了印加果這項作物 也因為了解到它的營養價值 加上自己本身就務農 便開始研究印加果需要的生長環境 再請教各方先進 進而開啟了種植印加果之路 它有一個像水果 水果發酵味 有 對不對 OK 這裡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不是透明杯子 它 我都是倒這樣子 我就喝這樣子 因為我也想試試看 接下來十五分鐘 跟半個小時之後的反應 會是什麼 如果有喝過 只要再喝 沒有感覺 只有第一次的 開始喝的人才有感覺 會不會色色的 不會 因為卡在口容 也不會 不會 完全不會 我第一次喝印加果油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剛好朋友送我 然後我喝到在家裡 我倒第一杯的時候 辣的 是辣的 嗯 那時候我覺得 好辣 聽聽聽 嗯 這就是我們 種的人的那個技術 真的嗎 因為我們 所以友善農法 友善 對不對 無毒農法 毒藥的樹葉 爛掉的樹根 對 還有那瓜蜂 都從上上帶回來 蓋在它底下 因為養分經過了雨水 它會回歸到土壤裡面 土壤裡面的肥度就出現了 其實所有的產物 從大地裡長出來 如果用一個好的方式對待它 它回饋給你的覺得 比你搶這樣子再多 但是你如果用一種就是 把本金也拿完了 那它就沒有辦法永續的發展 鳳林的原住民大部分都是阿梅族 太亞族 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客家人 米蘭人士後來再來 還有衛生人呢 我們再來 鳳林街上呢 就有很多日記的煙樓 日本人一到這裡的時候呢 有些作用 重點的是 我們是開始的這樣 這個就是烘烤室 這個 對 這個耶 對 這裡面就是烘烤室 好 我來開個燈 好啊 這個喔 我很喜歡遊客進來之後 先給它看到這個暗暗的 然後再開燈 然後我告訴他們 很有那個柳暗花明的感覺 別有洞天啦 那這怎麼烘 外面就是我們燒柴火的地方 對 火焰就是經由這鐵管引流進來 在四周裡面流竄 然後用八天 裡面保持七十五度的溫度 烤乾 有夠烤乾 這個啊 很重點的 還保持非常完整的 十二層的樓架 你把它掛滿這煙草串 這一串 是日本人綁煙草的方法 它就是一條繩子 前面綁的針 這個針啊 這葉脈的部位 一片一片要把它穿過去 對 當我們承接了這個產業之後 就不是用真 立案更多 速度更快 在日本的統治下 一切是日本人說了算 在當時能夠取得煙樓執照 必須是同一戶籍內 至少有六位 超過十六歲的男丁才能獲得 而徐大哥就是其中一位 大哥這個是月草業 對 因為現在煙草是被管制的 是不能隨便亂種的 那我沒有煙草來串煙草 串給大家看 對 所以我們用月桃葉代替 用月桃葉來代替 來 你跟我講怎麼綁 好 等一下你要串的時候 要背對背 然後串在這個繩子底下 我們不再用針喔 我們用兩條繩子 只要上下上下的 所以你看 那等於算是用一個夾的方式把它夾住 然後再拿進去烘烤 我們以前一邊工作一邊 有時候會打瞌睡 在拉繩子這個基本上都是大人 所以在串的時候就 煙草還沒放好 然後手還沒離開 手就已經夾住 然後你看 都是我一直在等你 對 那個概念 所以有時候手啊 鳳林是一個慢活的城市 所以 國際慢人 我們慢慢來就好 所以 等你 來 讓你知道什麼叫慢活 有沒有 有時候就是 全台灣有多少煙樓 還是現在 煙樓保存最多的是縫樓 應該 我敢號稱這麼說 保持這麼完整的 然後呢 再加上另外一個原始 一個孩子從小在煙草田 長大的 然後現在這裡 提供高人解說的服務 全台灣生活保證 絕武僅有 你小時候 這邊也是種煙草 是啊 我們家一直從小 我就說我從小的童年 我沒有童年 我的童年都是 在煙草田 爬來爬去 鑽來鑽去工作 真的喔 好 我現在跟你說 你說 你剛剛問到一個問題 日冷人 為什麼 要把這種壞東西 帶來台灣 大量推廣 對 為什麼 有好幾個 好幾個這樣講的 真的 這個味道是真的 它那個綿密感 真的 這是絲綢的 這應該是麵線 對不對 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台灣第一店 日冷 他是把它當成 戰略物資在經營 怎麼說 你喜歡看兩片嗎 戰爭片 他比較喜歡 美國大兵受傷的時候 常出現一個畫面 一個場景 我跟你講 這小時候 這講起來 我小時候跟我爸去西邊玩的時候 他的朋友的女兒 他的腳踝骨頭這個地方 就踩到那個吸水的石頭 被弄破了一個洞 一直在流血 現在的印象看到之後是 我覺得那個是需要縫的 但是呢 我就看到那時候 大家都這樣 沒有... 就把那個香菸油 好 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然後直接一直壓 還要在上面 止血 是啊 對不對 想到了喔 煙草裡面我們知道的 尼古丁 膠油邊檢 日本人充分的運用裡面 所富含的這些物質呢 拿來做外商用料的原料 它可以打到消炎 止血 而且它有麻醉的效果 你要掛哪 還沒掛這一盤 好 我們呢 那我上去 我們以前喔 都是直接把它放著 放很多之後 對 穿下去 大人才會爬上去 然後跨站在這個榮架 好 我懂 來 交給我 我們以前喔 我們以前都不是爬樓梯的喔 我是用這樣 你可以嗎 你這現在不行喔 沒有 褲子太緊了 是這樣嗎 真的啦 我又Jacky Chan耶 你生氣喔 褲子真的太緊 真的喔 真的啦 褲子等一下褲子 好 等一下要破掉 等一下褲子破掉了耶 真的 不行 好啦好啦 我用你的方法 我不要撞到喔 好 嘿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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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難耶 其實有難度的 阿勝 來啦 這個給我 這一個 第二層好了 這一個 好 不行 要第三層 可以第二層走 這樣 對 套走下來 對 這個全部把它掛 可以掛到八百串 怎麼算 差不多要四個鐘頭 要不要緊 不行 要緊採 才能這樣 就不就不 我怕重量很難 不錯 有沒有 以前的菸樓就是 是這個概念 是 跟以前古裝人才看到那種 菸花雪月的樓又不一樣 沒有 不是那個菸樓 好不好 有遊客問我說 這邊現在還賣大菸嗎 賣大菸 不是那個大菸樓 是不是 有了徐大哥 生動又詳細的解說 讓來菸樓的遊客 可以快速的進入 從前菸草文化當中 不過 來到菸樓 不只有靜態的歷史洗禮 還要以客家古早味 擄獲人心 這個是什麼 醬油的甜生 就叫做生醬汁 在這裡面用什麼泡 用鹽 黑豆 黑豆是要發酵過 發酵過的黑豆 對 然後下去泡 泡八個月之後 然後你再來用這個 詹媽媽說 製作醬油大致有三個步驟 第一是養麴 第二是嚴峰入甕 第三是熬煮雙瓶 其中最困難的就是養麴 一旦麴受了環境影響 找不好 風味也會跟著打折扣 你可以試一下 好香喔 這是醬油 真的是醬油 醬油 但是它沒有 不好意思 必須要講天然手工醬油 跟你化學醬油的差別 它沒有苦澀味 它是很甘醇的一個味道 你用這個醬油對不對 你弄一點那個山葵 弄下去 海邊我們的生魚片 有好幾個 真的 這個味道是真的 沒有 好幾個這樣講 他說這個醬油要幹嘛用的 就是要沾 芥末 對 以前我們說真的 你做這個醬油在家裡 就是只有自己用的 所以我兒子種的 黃豆黑豆米這些 我都把它拿來利用 一半 這我就是好 一半喔 省得雞就好了 用濕的拿又用刀剪 對 我是用濕的好了 人家很濕 人家比較時髦嘛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對 怕不禮貌 這個有號稱說 叫做台灣的起司 對 起司 台灣第一點 這個有號稱說 叫做台灣的起司 這太厲害了吧 這個 要不要吃大 不是 你光這樣抹上去 它那個綿密感 就是 它就是類似有什麼 濕郁 你知道 而不是那種就是 很濕郁 好像 好像怎麼講 一塊泥的感覺 吃看看 你中午也沒有吃 他說吃牛肉麵 早知道吃這個 我中午就不吃了 來這邊 我跟你講 這邊我們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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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吃 阿瑪 不錯 不錯 對不對 雖然說你現在買豆腐很容易 但是你要買到真的用純手工 然後家裡點自己種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有難度的 而且你要 媽媽要灰 對 全線是不會做的 對 其實我的用意就是傳承 不要把這些東西 都把它遺忘掉了 後代的子孫 沒有這個東西可以吃 其實我現在覺得我吃到的東西 不是說只是單純的豆腐 不是說只是單純的黑豆腐 我覺得吃到的是一種 就是 徐媽媽那個年代的感覺 是一個年代感 那個年代感令人 覺得非常非常的迷人 那這個呢 這個是 金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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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給你看 看什麼叫做金鮑銀 什麼叫做金鮑銀 我們在外面買的 在包豆沙 現在在市面上買到的 都是紅色包豆沙 講究效率 然後它要再包這一層銀的 手工要很多 工序變很繁複了 是 但是傳統來說 是中間有這一層的 對 我跟你講 明天早上不用吃了 我跟你講 這可能到明天都不用吃了 真的 它的那個嚼勁 是有的 你不會覺得 像我們以前吃的昂虎粿有沒有 軟軟牛肉豆沙 軟軟的 好像那個扭扭跟奇葩那個 對 奇葩那個 但是這個不是 它這個是有Q的 Q 有Q 我們已經達到一個膠質 對 Q Q 好不好 這個要這樣 那個吃完對不對 甜甜的 吃甜蜜鹹 對 吃甜蜜鹹 鹹味不吃肉 吃甜蜜鹹好不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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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點 這不像是人生 對不對 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國際慢城平定的面向之一 是現代文明特色與傳統生活融合在一起 不管是鳳林燕樓及客家美食 或是獨木舟帶動人們走進阿美族生活 又或是陳大哥的放養瓜牛 創造在地慢經濟 這些都是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族群 所做的努力 有時間不妨放慢腳步 到鳳林體驗在地生活吧 好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